OK好 接下来中非还有中印这两题 请这个丽将军帮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是印度学者有公开一份他们内部的报告说 印度呢已经划定了19个未来中印军事冲突的敏感点 作为预设战场 好换句话说中印之间可能会打吗 另外呢中非我们再来看到 菲律宾的民间团体有说将会在下个月中旬启动 第二次针对黄岩岛的民用补给任务 是由两艘主要的民用船只组成的 并由100艘的小型渔船护航 还会邀请国际的观察员来加入 好换句话说呢 这个美菲在联合军演之后 菲律宾是不是现在又更有底气了 我想中印先讲中印 其实我觉得印度什么狗屁学者19个区域 你花那么多个区域你要分多少兵力去守 作战用兵讲究是集中跟节约 对不对你要很认真的分析地形 然后哪边会打仗或怎么样 你在那边部署兵力 你弄到19个 你一个19个旅 你就一个地方你分一个旅 你兵力就分散了 其实我认为说中印来讲的话 我从历史上面 我不用去那边 我就知道只有两个地方会打起来 一个叫洞廊 对不对洞廊它发生冲突过 为什么洞廊很重要呢 因为它从那边中国如果从那边发动公式来讲的话 它直接就切断谷礼西施走廊 然后印度的东北六邦就独立了 所以那是它的咽喉地方 第二个是阿克赛钦的办公湖 上次这个互相拿狼牙棒互打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办公湖那个地方 这个办公湖很奇怪 我跟你讲办公湖它很长 150几公里 然后它有三分之一是在印度境内 有三分之二是在中国境内 那在中国境内的 它是淡水湖 在印度境内的是咸水湖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湖 一半有三分之一是咸水 有三分之一是淡水 那你打仗一定是挑那种有水资源的 尤其是阿克赛钦这种寸土不生的 这种荒地上面 那你要知道中印第一次战争的时候 中国打印度是怎么打的 就我打下去以后 我部队马上拉回来 我不用等你来反击我 我把你打败以后 我就直接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打进去以后 我后勤补给会很困难 我不需要 那我撤回来 它会撤回哪些地方 我撤回来守住 我战略要点就好了 我节约兵力 我如果处处去打 处处去守 我就浪费兵力 所以它撤回来 它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是班公湖 或是动脑那几个地方 互相打架 前程度我们看到 蓝牙棒那户打 那都是战略要点的地方 那另外中飞来讲 我觉得菲律宾也是在耍宝 你现在动员一百艘小型民船 哪一个渔民愿意跟你去 你要给人家多少钱 他才愿意去替你卖命 你叫其他那些渔民 你去问问看 如果不是伸仇大亨 如果说不是那个 你叫他抱着爱国亲 那几天他不去抓鱼 他回家里面 他老婆吃什么 所以他要去捕鱼 那如果说船真的是 去抗争来讲的话 床转坏了 你菲律宾政府要陪他吗 所以上次来讲 已经他号称 所谓圣诞送礼 四十几条船 渔船来讲 后来就没有几条去了 因为大家都到时候想想看 我还是不划算 我万一被水泡把我船喷坏了 我到时候我怎么养家活口 对不对 你政府也不会送我一条船 然后我自己还要花自己油钱 虽然说可能菲律宾政府 会补贴他们一些油钱 或干什么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并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说菲律宾来讲 打这种船盘 根本就是在吃人说梦话 谈一下歼20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歼20 很可能很快就会到中东去了 这是美方的猜测 因为要卖给阿联酋的空军 主要是因为阿联酋 没有办法买到美国的F35 因此对歼20就产生了兴趣 歼20是唯一在产五代重型的战绩 阿联酋来讲的话多了一个筹码 因为他向美国要买F35 美国如果不卖 那我就去买歼20 变成这个状况 因为阿联酋跟中国大陆之间 是有军事上的合作 他才在去年的时候 向中国大陆买了教练石 就是喷射教练机 喷射教练机教练石买了12架 现在刚好 这个高级教练机 已经向中国大陆买了 刚好换装完毕就顺便就买 顺水推舟了 我的教练机的飞行员 是用大陆的教练石 但是他还没拿到货 因为他已经买12架 还要到货 就变成这个 那就一系列了 我们讲的教练石买了12架 那是不是刚好以后 教练石完训之后 就是飞歼20 而且中国大陆在歼20来看的话 已经慢慢成熟了 因为他已经 现在量产已经总共加起来 总共300架了 300架了他没外销 那教练刚好 他是不是第一个先拿到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拿到的话 那这样的话 而且我们知道 从第二个来看 歼20比F35便宜 因为美国毕竟现在 F35大家都在买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都在买这个F35 太多了 太多的话 美国会不会分成乏数 那中国大陆没有外销 我这个就是卖你 那这样是不是刚好 会这个样子 然后第三个 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阿联酋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跟中国大陆的西部战区 联合军演 中国军演 就是在西部战区 他们两个在那边演习了 因为西部战区是沙漠 阿联酋也是沙漠 沙漠对沙漠 我们在那边演习 那这样子 他军方已经交动 能够相互军演 合作军演了 表示他军事交流 非常的密切 那就有军事交流了 也买了教练10了 也买了12架了 顺水推舟 是不是买这个 所以美国开了一个条件 那我卖你F35 就会这样子 就会破局 那你不卖 那我刚好又顺水推舟 所以阿联酋是有打这个 他有筹码 走一来请教韩冰哥 第一个是华为 华为2024第一季 重夺中国智慧型 手机市场第一 年增率已经高达了 69.7%了 这是来自于一份最新的报告 那反观苹果呢 比去年同期大减25% 另外呢 说到这个美国的状况 美国现在又有银行倒闭了 是这个总部位于宾州的 共和第一银行 已经被当地的监管机构 给监管了 它是今年第一间倒闭的 美国银行 好 另外呢 在全美是拥有32间分行的 这个华为其实它 重回第一 这个不意外 对 因为它 大家也知道 去年那个MAT60 Pro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潮 对 那成功的 第一个在商业策略上很成功 第二个也 它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民族的感情 所以呢 让大家都愿意去买 实际上 因为有人送我嘛 所以我用了也确实蛮好用的 那 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其实理由很简单 苹果我觉得它从11以后 就已经开始逐渐疲乏了 对 就它的东西就很类似 好像就那样 对 就是这样子 但每一年就是给你换一个 更好一点的晶片 然后可能功能更多一点 或是速度更快一点 那其他感觉有点了无新意 所以你会觉得 像我现在还在用12 好 我都不太想换 不想买新的 对 因为你说15 看起来还是差不多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 没有什么一定要换 因为12现在还跑得蛮顺的 所以就变成这种消费欲望会降低 那最近有16的那一个构型也出来了 那还是看起来没有什么 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对啦外形稍微有点不一样 可是这种东西还不是一样 就跟一般手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觉得苹果恐怕如果它在短期内 没有办法推出一个那种 震撼性的新技术 或是新的构型 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认为它在全世界范围内 购买大概都会慢慢逐渐疲软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消费的 这种欲望逐渐降低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他一定要去面对 我一直在讲这几年 其实是苹果的一个严重转积期 不要认为说苹果现在市占率还很高 就掉以轻心 不要忘记当年Nokia跟Motorola是怎么死 一下子就结束了 那个世代一转变马上就没有 我觉得三星啊或是大陆一些手机 反而创新感现在超过苹果 我觉得这个对苹果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在银行倒闭 对银行倒闭这个东西 它在全美32家分行 其实它不算很大银行 其实它还好 但是问题是大家不要忘记 前年开始美国就陆续有银行开始倒闭 然后去年好像情况稍微好一点 可是今年现在才开年没多久 现在开始又出现这样状况 所以这是要密切注意 看他们现在会不会有后续效应